在中国大陆王立军事件之后呢 中共省一级公安主管的任职模式发生了变化 目前30位省级公安首长中 有20位是属于空降或者是异地调任 不再由政法委书记来兼任 这使得中共省级政法委书记兼任公安厅长的规模再创新低 只剩下5个省份了 对此呢 评论人士认为这一变动 说明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为首的第五代中共官员 与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的维稳系 还有江系正在进行着激烈的权力角力 近年来大陆省级公安系统主管的任职模式 出现了明显的结构性变化 尤其在王立军事件后 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厅长的数量急剧减少 到目前为止 仅剩下5个省份的政法委书记 还在兼任公安厅厅长 分别是河北 湖南 安徽 甘肃和宁夏 而空降和异地调任的数量开始增加 甚至远高于本省份的 5月29号 原中共公安部政治部副主任李春生 空降到广东担任副省长 兼省公安厅厅长 据官方资料显示 大陆现任29名省级公安厅长中 9名是从公安部空降 11名是异地调任 现任省级政法委书记中 有9名为异地调任 4名为中央下派 评论人士认为 这种任职模式变化的背后 是中共激烈的派系斗争 就是因为这个整个的维稳系 在过去的10年里面 干了很多坏事 怕曝光 所以说呢 上上下下 有一批在这个维稳系里面 执掌的权力的这一批人 他们跟周永康一样 手上有血在 在这种情况下 为了怕他们过去的这些罪行曝光 他们就死死地抓住这个权力不放 那第五代要接班呢 他们只有唯一的一个办法 就是要把你整个维稳系彻底打乱 特别是原来的政法委书记是周永康嘛 这些公安系统的这些清局长啊 我相信呢 大部分是与周永康和周永康这个体系是有关系的 周永康的队形是很大的嘛 特别是他在十年担任政法委书记 就形成了第二中央 周永康可以说是一手遮天为所欲为 包括继续打击法轮功啊 镇压异议人士啊 贪污腐败啊 执法犯法问题很多 据了解2003年以来 大陆各地公安厅长 由同级党委政法委书记兼任 渐渐成为普遍现象 但同时也造成了政法委系统公安局一支独大 甚至直接干预审判和司法行政 因此一直饱受争议 直到2010年4月 中组部下发文件要求省级政法委书记 不兼任公安厅长 随后17个省市区政法委书记 不再兼任公安厅局长 中国的这个公安系统啊 是非常腐败和问题很多的一个部门 因为如果一个公安局长 在当地担任时间太长的话呢 他盘根错节就会形成一个 很强大的一个关系网 而且呢 他和那个其他的系统啊 和检察院法院都会盘根错节 形成一些存在关系 这样呢 他会更多的执法反法的问题 腐败问题就会出现 刘云泉指出 因为周永康和前中共党魁江泽民 是同一派系的 在江泽民还在的情况下 如果习近平现在清算周永康 就会引起江系的疯狂反扑 即使习近平想动 也会为了考虑地位稳定 瞻前顾后谨慎万分 刘云泉希望 习近平首先把沈薄熙来事件办好 再通过审判薄熙来 连带抓住周永康一些直接罪证 为打击周永康实力做一些铺垫 再次击周永康实力做一些